林代華 立委 我非常肯定民進黨在執政的時候 對國防自主及國防民生的部分的弱勢 也因為我們改良經國號政策的實施 而讓我們的漢翔起始回升 而我為什麼個人感受會那麼深 是因為漢翔他兩個工廠 第一個總部是在台中 另外一個總部就是在我高雄 那高雄大家都知道我們有全球少數 最完整上中下游聚集的螺絲場 也就是因為我們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落實的國防自主 而不是漢翔 不是只有帶動漢翔 而是漢翔他帶動周邊的所有的這個 我們的這個螺絲場 他們的技術的升級 所以在我們這個新經濟事故 在蘇主席這個把整個他上任之後 整個事故的一個調整 在國防小組的部分 對這個部分我也參與 然後也實質上的走訪 我們高雄市的業者 因為配合我們的這個漢翔 而這個所開發的這個領主界 對業者來講 不是我只交給漢翔 我交財了 我跟他採購了 而是業者他利用這樣的技術 再去跟國外搶別的行業的攤子的時候 他的技術升級了 他人力的數值增加了 所以我在這邊我一定要替我們民進黨 在這個國防制服的部分 不過未來在國防跟民生的部分 包括今天這個剛我們開幕的時候 的那個林欣義副 我們副院長他有提到一個數據 他數據很多我沒有記起來 但是他有一個數據 我就記在腦海底 他以2006年為基礎 然後之後的2007來比較 在我們這個工業外銷的部分 我們跟其他國家比我們是下降的 但是像在紡織 我們在跟國際競爭上 我們是增加的 好就這個紡織的部分 我們軍人所穿的衣服 我們有號稱全世界最排汗等等 但是現在看看我們的國軍穿的衣服 他有真的向我們國內採購嗎 我們自己都有機能性的這個業者 能夠都給外銷世界歐美國家 既然我們國防部不去支持我們自己的民政產業 我舉例我所以回應 希望我們未來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能夠再次的落實 謝謝 謝謝 還有沒有 張契誠 我們 這個蔡明憲部長 這個民進黨的文人部長 很可惜 只是三個月 夕陽無限好 只是盡防分 然後我們希望說民進黨如果將來執政的話 一定要再用這個文人的部長 這個文人領金這樣的一個觀念 這個現在在馬英九政府裡面慢慢都已經消滅 國防二法裡面規定說國防部裡面要有多少文員 現在這些文員考進去都慢慢被離開了 因為這個軍中有一種文化 瞧不起這個文員 那麼如果說將來 這個我們民進黨在執政的話 一定要把這個現象這種態度改變 拿破崙說戰爭和平事情這麼重要 不能讓軍人來決定 所以這個拿破崙他沒有當過兵 但是呢他能夠領軍 這個我們看到現在科技的發展 這個我們軍中國防部需要更多的這些高科技的人士 進到這個國防部裡面幫忙決定這個國家政策 另外有一個問題啊 就是說當年這個國防二法 我們在修法的時候跟臺平縣 那時候立法委員都在那個委員會裡面 我曾經提出一個修正案 就是對於這個所謂security clearance 參與這種國家機密的這個工作的人 一定要受這個安全的檢查 有這樣一個滑條 但是呢沒有實行的細則 所以你看看說這個 今天中共他可以到軍中來 把我們的一些軍人 就是說買收過去取了很多這個秘密 那麼我們希望將來這個國防二法 關於這種今年的這種 還有其他文人照樣這種安全檢查 一定要好好地實現 那最後一點就是說 我們看到現在兩岸 這個軍事平衡 向對方請下 不管台灣買多少武器 都沒辦法真正保持兩岸之間的軍事平衡 我們一直在講到說不對稱的戰爭 我們如果能夠真正的落實這樣的一個觀念跟政策 那麼招募社會上的一些原始 那麼能夠有一種新的這種策略 來對付這個北京的軍事威脅 應該是我們目前很重要的一個挑戰 謝謝 來還有沒有 來請 各位先行大家好 我是台灣青年公共事務協會的會長王俊遠 那首先非常感謝主辦單位在這幾天 會辦非常多場的政策研討會 那很可惜的是並沒有以青年為主題來辦一場研討會 那我想民進黨一直是跟青年很親近的政黨 我相信民進黨會跟青年站在一起 那國防的部分我想剛才這個各位有提到就是說 募兵制的問題會造成未來這個原額會不足 那我想到2015年如果真的全面實行募兵制的話 如果真的嚴重缺略的話 絕對會是國家安全的一個非常重大的危機 那我想請教蔡部長 到2015年之前這個危機就會浮現 還是在什麼時間點 會讓我們國家產生這個國家安全重大的危機 那有什麼對策 謝謝 好 謝謝 來 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最後一位請 好啦 還要讓郵印長 先讓楊黃 楊黃 好來 謝謝 時間說一下 那時候在執政的時候 我有一個發覺 就是說 我們行政單位 包括國防部外交部 很多都是打上機密 我曾發覺有一次 國防部的一些文件 還是有什麼好的資訊 會送來外交部 我看過曾經發表在文章上的文件 已經在雜誌上的 他蓋上一個機密 然後在外交部也一樣 什麼都是機密 結果害到我們自己 我們下台以後 連部長 次長的行程也是蓋上機密 結果拿回來我們覺得不是機密 我想部長 次長都是受害者 連總統也一樣 就是不是機密的變成機密 以後就變成我們自己都是受害者 所以我是覺得說以後 執政的話 這個機密也要把把握得很好 還有真正機密的就不要洩密 不是機密的就不應該蓋上機密 謝謝 謝謝 還有一位請 游院長 主席 各位先生 談到國防自主化 我想到我在現場的時候 就是跟美臺商會理事長 他做過前的國防部長 我叫柯恩來拜 看他就說軍國 那人怎麼叫軍國 我軍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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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直說我們無線要軍國 那是說 剛才我引討過 我說 其實你一直叫我們要這麼一個軍國 其實 你給我買我們反制性的武器 攻擊性的就是可以反制的武器 我就改過了 台灣安全都改過了 他又說不可能 就要你一句 那我就會 你不知道 會去你說 我還在 這個美國 就是說 去 去過境紐約的時候 就一次在台橋 很多都要說 我就說 就是說 我們要有 要有 要有反制性的武器 就是說 當他打高雄 當他打台北 我們可以打上海 我就說 就是說如果 雖然我們還沒有導彈 至少要飛到 那其實我講的話 這就是 現在我不能說 就是說 他當中 做行政經理的時候 湯耀林 差不多每個禮拜 每個禮拜都會來報告 軍事的動態 對於這個自主性的演化 其實 我也很關心 他也都會說 這個問題就是 剛才各位說的就是 如果研發成功 美國也會關心 我相信這就是 我們的困境 我現在在講 就是說 可能我們 今天在檢討的時候 有一點很重要的 要害怕 木兵術 在國兵術 在國兵術 很開心 連戰就先說 後來我們之前 當然 阿兵 繼續說 接下來我們這樣 縮短一起 其實現在 國防這個話 除了武器 這個部分 軍國這個部分 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現在 這個木兵術 執行上的困難 阿這個部分 可能我 我在這裡 建 我們新進政府 建議的事情 可能要去了解 全世界 兩千萬 兩三千萬的 這個人口的國家 我會記得 沒有人在做木兵術 所以只要這張 這張 這張 第二個 兩三千萬的國家 都是中兵術 木兵術 是 順眼 只有五千萬 順眼 那種的 這個國家才有 做木兵術 現在問題來了 我們現在 疫情縮短 沒有辦法培養 比較有專業性的軍人 耍人木兵 有問題 但是 我們的目標是二十萬 但是 你如果說 一年 九千 兩千幾人 十年這兩萬幾人 你說像我們過期 一年有八千人 十年這八萬人 二十年 也要不然 一到二十萬的公表 所以這個是現在 國防熱化 這是我們必須要面對 因為我們 民進黨要接近 我講這個最主要就是 我也做過 行政的地方 木兵術黨說 我們 這個決定之後 我們也是大力推動 現在 國安憲 這是有問題的 我們一個要面對這個 應該要想辦法 想說 我們從緩之政 應該要處理這個問題 好的 醫生 好 感謝 我們今天 應該是五點半 不過 還是要請三位 就剛才所發表的 或者提問的意見 有一些是沒有提問 也只是發表意見 那不曉得三位 有沒有要簡單的給他回答 來 新加坡 我很簡短的來回答幾位 我認為林大法委員 現在了解到國防制製 就是說國防跟台灣的民生產業 怎麼接 那是很重要的 這點我想我們未來要繼續推動 張徐成大使 你說 現在國防部文人 不是只有部長要文人 依照法律 國防部長為文人職 但是現在就是我們人 都平衡三天 就做文人 這個不是國防法真正的精神 所以另外我也說國防部有六百空六的職位 最少要三分之一的 包括署長 檢證級十二指等都要五文人 結果呢 我在民進黨在執政 我們透過的考試院 有辦理室的一個國防專業人員特考 只有一半 只兩半 但是都 都 檢證級的六指 六指等七指等八指等 一定要去以後 不要半年一年都都退了 軍眾的文化不能適應 這些市長級的 都差不多退伍的 少將特務上校特務的 經過的轉換 他們又回來 可以當到六十五歲 反而是阻礙文人領軍的一份精神 蠻可惜的 未來 我想是 那怎麼發展 不對勁的戰爭 包括武器 包括編制 我想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這個 這個機密 歡迎美生姐 你說機密 我也是受害者 今天有沒有國防部的朋友在這個地方 我們今天講的 都 我相信都沒有問題 事實上國防部 或是和外交部 大行公文 都 那就是說 承辦單位的人 他們 要 要 不要 不要打正確 麻煩 就把他回家 當他回家 後裏 部長就要負責 跟他洩密出去 因為部長也要回家 所以這一點 未來的機密文件的分裂 應該更 不是跟國防部跟外交其他部會一樣 怎麼樣來 更 不要說這樣 太太過分的 濫用機密的文件 最後那個 郵院長 事實上 我們要採購是問題 我們要買反制的武器 美國不會買人 太過分 不過最近有改變 去年我跟那個 吳釗燮主委 大使去參加美國的這個 國防產業會議 他美國現任的國防部副部長 他們鼓勵我們 第一次 我也第一次聽到 說美國國防部 他們贊成台灣發展 那個 這個反制性的武器 來確保台灣防衛的能量 這是第一次我聽到的 所以我們未來 我希望國防部 不要當民進黨 現在就開始 發展這些防衛性 反制性的武器 最後 這個郵院長 談到的那個 募兵制 事實上 以色列人口 這麼多百萬全募兵 不是他們正募 正邊跟募兵的同事 新加坡我們趕快 你也很少的國家 所以很少的國家 這些國家有需要 這個爭兵跟募兵 同時來進行 我們這個兵役法第34條 有規定 我先給我們立委 這個參考 我們兵役法第34條 第2款 第3款 台灣要實行全募兵制 那個大概去年1月立法院通過的 台灣被實行全募 有兩個很重要的先決條件 所以第一個 不會妨礙到台灣的國防軍事的安全 第二個 招募足夠的 志願力的士兵兵額夠了 才得以實行全募兵制 現在目前這兩個條件都不夠 因為中共從來不放棄武力犯台 而且有最少1,500個飛彈面向台灣 現在他們也一直在威脅台灣 第二個 直到目前 是說 募兵的兵額不夠 募兵的兵額不夠 所以你如果說後年完全 全部募兵制 台灣的兵額可能會有問題 所以我以上回答由 由院長跟同學 這個盛禁的使家 謝謝 好 倒向部長 來 副部長跟我說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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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募兵制 是非常困難推動 那監察院也注意到這個問題 我昨天也到監察院 他們找我去 也探討這方面的問題 就是說 看要怎麼設立一個停順點 以美國資源那麼多 財力那麼雄厚 軍人的工作環境那麼好 他一年最多也能夠募到十萬人 十萬人 那我們過去國防部 一年募到六千八千多 都已經算是非常好的 所以不是要不要做 或是 甚至不要考慮說財政上的負荷 你實際上來做招募 人家就不想進來 現在國防部的做法是盡量 調高女性 女性招募的比例 看看是不是能夠 女性軍事官 可以 他以前設限了 因為畢竟軍中比較不歡迎太多 他們在管理上怕有困難 另外一個就是從作戰的角度上 美國實施全募兵制 是因為他有很好的動員體系 跟國民兵的制度 以他這麼強 他的募兵招募到了 要送到戰場 都還要經過九十天的訓練 你如果說我們實施全募兵制 在作戰 在後備 在台灣的防禦上 根本都有問題 所以我的看法是 我們要重新再調整我們的兵力結構 可能 因為募兵制的確是一個選舉 競選的口號的一個產物 那做不到我們應該要很嚴肅的面對 其實這個募兵 國防部其實可以做的 很多他都沒有做 現在一般的年輕人 他不是說待遇是 決定他要不要 去當自願的一個 他最優先考量 就是我們現在的 現在的軍中 這一套管理 是落伍的 以今天來講 我在當總徵戰局局長的時候 我就提出來 軍隊要走向上下班制 你看那個美國先進的國家 他那個士兵他 他這個任務一結束 他就休假他就回家了 每天上下班 那今天如果說能夠做到上下班 今天我相信可能 這個一般的年輕人 他可能就重新考慮 第二個就是你現在的生活設施 我們現在軍隊生活設施 還是那種稅通戶 那種老實講 你今天一般家庭的一個生活的水準 是一個什麼樣的水準 你起碼不要相差太多 所以我在 我記得我在當總司令的時候 我跟部長建議 我說你給我兩億的經費 我把虎口 就是現在最紅的五四兩女 把那個女 把她重新營房 把她整建成 這個 這個四個人一間 六個人一間的 這樣的 他這個生活 他自己本身 他有 他這個 個人的隱私要給他確保 他起碼他要有一個書桌 要有個人的內務櫃 他這個個人電腦什麼 你這些東西都具備了 然後 在這個圍牆裡面 你蓋職務官司 那個已經都是這樣的 真正的部隊啊 現在務兵一個最重要的問題 就是國防的 國防部 你這到底你將來的鞭子 是怎麼樣一個鞭子 國防到底是維持 繼續維持三軍總部 還是要朝國防軍來發展 現在我們的這個 整個的結構是 頭重腳輕 那你今天 陸海空三軍總部 事實上是沒有存在的必要 因為在整個作戰體系裡面 三軍總部已經 不負責作戰指揮了 所以今天來講 國防軍他是可以考慮的 那今天 你還維持 每一個軍總的司令部 維持這麼多人 是沒有必要的 所以我想 這個整個的這個募兵啊 其實是很複雜 但是國防部也不能說推卸 說好像你不給錢 我們什麼都不能做 其實最重要就是 你要 要馬上要改變 從現在開始要改變 你這個現代化的 這種管理的觀念 你還有人性化的管理觀念 你今天如果說這些東西 都能考慮的話 還能夠上下班 老實說 你海軍一靠港 他們也回家了 空軍飛機落地 他也 除了值班的他也回家 那今天 我們陸軍地面部隊 你動不動就是 戰備 戰備 這一個老觀念就是 軍隊不能閒 閒的就會出事情 那你如果是還是 這種觀念的話 今天年輕人怎麼會 進到部隊裡面來 所以我想這些要改的 那都是跟領導者的想法 他的觀點都有關係 所以選對人還是很重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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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